所以气象署在今天的下午5点30分 针对康瑞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首先我们先来关心这个台风目前的现况 目前台风的中心大概是位于俄兰比的东南方 大约72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1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朝台湾的方向前进 那目前因为它我们预估大概在明天的下午这段时间 它的暴风圈就有可能会接触到台湾东南部海面 以及巴士海峡 所以我们就针对台湾东南部海面 以及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过去这段时间这个台风正在快速增强当中 目前它的中心的强度 中心的最大风数是每小时大约 每秒大约43公尺 所以相当于是一个中度台风 而且我们预估它未来将会逐渐的增强 会快速的增强 那预估未来24小时就有可能会增强到中度台风的上限 甚至暴风圈也有扩大的趋势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未来的动向 刚刚提到这个台风逐渐的会朝西北的方向前进 在明天的下午就会逐渐的进入到台湾东南部的近海 在明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这段时间 它就有可能会进入到台湾附近的陆地 然后通过台湾地区 那到了礼拜五的清晨这段时间 白天的这段时间就有可能会进入到台湾海峡 然后朝中国以及朝东北的方向前进 在它进入到海峡的这段时间 我们目前预估它的长度是会快速减入的 所以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间 大致上就是在礼拜三的晚上 一直到礼拜五清晨这段时间 好 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未来的路径 在模式上面的预测是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目前上都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 虽然明天清晨大致上是来到台湾东南方的这个位置 不过路径上面都还是有一些变化 有可能会再偏北一点 也有可能再偏南一点 那我们目前预估台风最接近台湾的地区的时间 它有可能会在台湾的东漫步 到寒春半岛这一带登陆 这是有可能的 但也不排除可能会在更南边一点点 所以还是要持续留意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 这个台风到了台湾海上空的时候 我刚才有提到它逐渐的会减弱 那它减弱的程度也会影响到这个台风的动向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不确定是相当大的 届时我们再多加留意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 所以刚刚提到这个台风未来影响的时程 今天晚上这个台风会逐渐的靠近 今天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海峡以及东南部是有一些强风的 而且东半部也有一些长浪 到了明天白天风雨会逐渐的增强 各沿海的风力都会来到九级到十级以上 而且海面上的浪高都会明显的增大 北部以及东半部甚至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大雨的情形发生 到了30号的晚上以及10月1号也是礼拜五的清晨 将是这个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各地的风力都非常强劲 尤其在静中心通过的地方会有一些破坏性的长风发生 东半部是首当其冲的地方 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雨量发生 其他地区也会有豪大雨发生 到了礼拜五的白天 刚才提到这个台风就会逐渐的减弱远离 海峡上面还是会有一些长风发生 那上半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举步性的大雨 接着我们来细细的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风力 目前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东北风影响之下 其实在西半部尤其是台南以北地区 都开始有一些长风发生 另外在东半部也有 在恒春半岛也有 另外在澎湖也是有一些长风发生的 到了明天的白天以及明天的晚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颜色上面就可以看到 西半部的风力会逐渐的增强 逐渐的增强 另外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的风力 还有离岛的风力都会逐渐的增强 所以气象鼠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针对台南以北 东南部恒春半岛 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今天晚上东北气风的影响 来雨可能就会有10到11级的强震风 桃园到云林恒春还有绿岛还有澎湖都有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到了明天明天的白天明天一整天 风力会增强哦 我们预估苗栗到云林的沿海 蓝羽绿岛还有澎湖有可能会有11到12级的强震风 另外台南以北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也有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浪高的部分 目前我们在海面上都有观测到接近3公尺左右的浪高 在东半部以及东沙岛海面都有观测到3公尺以上的浪高 也有长浪发生哦 那到了明天我们可以注意到台湾附近的海面的浪高都会增强到3公尺以上 在海峡上面以及比较偏向宜兰附近的外海有可能会到4公尺左右 甚至在最接近台风中心的东南部海面以及80海峡 甚至有可能会到5公尺以上甚至到7公尺左右的浪高 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接下来关心浪雨 目前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迎风面的东北部以及基隆北海岸 还有北部一些山区的部分是有一些明显的降雨 那我们可以看到雨量上面的观测 目前在台北市、基隆市、新北市、宜兰县以及花莲县 普遍都有降雨发生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在北部这一块 都有大概今天都有累积超过50毫米以上的雨量 甚至在台北市的山区有来到119毫米 提醒大家目前气象所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的 接下来关心未来的降雨 今天晚上这个降雨东北风会持续 到了明天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东半部地区的雨会逐渐的加大 甚至有可能来到12小时超过150毫米到200毫米左右的雨量 所以是有可能会有好大雨发生的 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北部的山区 也有可能会有好大雨发生 接着为各位总结一下 这个台风逐渐的在靠近我们当中 明天是它逐渐靠近的过程 尤其是到明天晚上到礼拜五的清晨 是它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刚刚在提到豪雨的部分 在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东半部甚至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上的降雨发生 所以大家可能要先做好一些准备 疏通空渠或是 如果你有计划要前往上去的话 可能要改变一下您的计划了 在强风的部分 我们刚才提到 可能都会有11级12级的强风 在明天就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在户外活动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另外家中如果有一些没有绑 绑好的东西可能要稍微牢固一下 那另外在海边 我刚才提到 就是浪高的部分都有可能会逐渐的增强 容易会有长浪跟大浪发生 请到海边活动 要特别的小心 甚至不要到海边活动了 那刚才最后有提到 就是这个台风目前 还是有些不确定性的 所以请随时留意 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的台风讯息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凶宇 百货公司铁门才开到一半 民众等不及直接想钻过去 这是上一次三驼而台风来袭 全台停班停客 但新竹无风无雨 民众全部挤到百货公司 赚到一天台风价 这无法阻挡我出来玩 那不是啊 百货公司也开着不是吗 赚到台风价民众很开心 但是气象署就被质疑 预报都不准 以往台风来袭前 气象署在晚间七点 会提供数据给地方政府 决定停班停客 现在为了洗刷 暴不准的污名 气象署将有新做法 这些人是台风造成的一些 直播的情况 把这个问题制作 我在这里 气象署会有一些新的做法 行政院长卓榮泰 在特别巡视气象署 透露气象署以后 在晚间九点会再提供遗报 虽然预测会更准确 但是可能要拖到晚间十点 才会宣布停班停客 民众一颗星七上八下 这样的新做法将考验民众的耐心 高学生物中心在台北报道 要带您掌握 随着这康瑞台风 逐渐逼近的过程当中 它的路径也逐渐明朗 您看到这是根据 美国卫星的预测 很明显可以看到 过去几个小时 它的结构越来越扎实 至于在台风眼的部分 有看到吗 越来越清晰 而且已经围开眼了 目前它的暴风半径 是来到250公里 那么接下来有机会 来到暴风半径300公里 那么估计它接近台湾 而且准备来敲门 也就是明天午后的时候 它的强度会来到巅峰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此刻还有一点时间 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台工作了 那么为什么会讲说 这一次可能会来到墙台呢 我们透过潜视预测图 带您掌握 您看到下一张图表资料来看到 目前它的中心风速 是每秒35公尺 依据定义 其实接下来气象署认为 它接近台湾来到巅峰的状态 会来到每秒48公尺 这就是中台上线了 那么美国的预测则是觉得 它有可能会每秒超过50公尺 那么就会是一个墙台了 那目前看起来 它的路径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而且你看到后方 其实还有个高压 就会影响到康瑞台风 未来它的登陆点 刚刚家闻也提到了 如果现在这条路径不变的话 目前气象署是认为 它会从台东 接近恒春半岛这边来做登陆 但不排除高压比较强势的话 那么有可能路径还会往南修 花东登陆的话 花东首当其冲 但如果是从巴士海峡 这边掠过的话 那么南部地区要警示的 这风雨就会更加严重 一周天气的降雨带您掌握 假设路径不变的话 康瑞台风从明天开始 外围环流已经接接近逼近了 尤其是迎封面的陶竹苗 还有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 要留意会有局部好雨发生 至于周五到周四整天的时间 都会是它风雨最明显的时刻 有看到气象署最新一报来看 从西半部一直在东半部 都已经画上紫色白色的范围 代表着雨真的是非常大非常狂 但是因为受到中央山脉的削弱影响 所以很快在周五白天 这康瑞台风会迅速减弱远离 不过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的是 周四周五这两天 会是它影响最明显的时刻 所以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台工作了 每一次有台风来 大家都想问台风架 但是台风架的本意 是要大家做好防灾工作 您看到就是最新的卫星 其它的环流相当的广 而且您看到它外围环流这边 其实已经有一些闪电 跟强降雨的讯号了 等到它直接甩进来的时候 那么花东地区 迎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地区 风雨就会渐渐感受到更加明显 这种破坏性的暴风 大家要留意了 那么刚刚嘉然提到 周四周五 有没有机会放这台风架 其实周四的时候 因为路径已经来到了台湾的上空 中央山脉会破坏它的结构 所以说周五逐渐远离了 周五还放得到吗 考验着地方首长的智慧了 影响时序来看到更加清楚 您看到此刻开始 其实它的外围环流开始在明天就会碰触到我们的海景线之外 礼拜四的傍晚中心就会开始登陆了 所以说今天最快下午五点半左右的时候就有机会发布海景 明天清晨就会发布陆景 而我们到最多的时间落在周四晚上到周五清晨 那么要留意这几天的台风状况了 最后来看到是风浪市井 明天感受上沿海就非常危险了 随着台风逐渐比进 风浪预报的部分 可能会刮起五到六公尺长浪的浪高 另外风力在明天也非常惊人 沿海九到十级 还有花东地区 迎来的是十二到十三 甚至离岛地区 可能感受到的这风跟雨会更加明显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此刻台风还没来 还有一点空档时间 相关的防台工作务必要做好准备 你看到最新的卫星显示 它的结构在过去几个小时 这康瑞台风的结构越来越扎实之外 今天凌晨两点 它也已经开始转起来 变成一个中度台风了 值得关注的是两件事 第一个是它的强度 目前是属于中台 那么未来不排除 根据美国还有日本的观测的话 那么有机会来到强台 而且当时还会非常接近台湾 第二个就是 其实它算是一个蛮大的台风 目前它的半径 已经来到了250公里了 所以接下来 它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刻 就随着它逐渐靠近台湾的过程 预估是在礼拜四的下半天 一直到礼拜五的一整天 这段时间就是康瑞台风 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刻